如山脚多处地方受到塌山泥的影响 经文的生活还未恢复正常 其中在大澳已经是第三天没有水供应了 谭家恒水务署就说收复了损委的水管 为什么还未可以恢复供水的呢 太早恒言 水务署就解释 由于未修补好之前 有一些气泡和沙泥冲了入水管里面 所以必须要清理好 才可以等水暢顺的送到雷水厂 再送给市民用的 现在仍然看到有市民来到码头淪水的 水务署说最快都要去到午夜 才可以恢复食水供应的 居民说除了担心没水之外 明天就是公众假期之后的工作日 他们要赶上班赶上学 但是又陆路交通又未开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另外一些山坡的道路 仍然被一些泥沙堵塞住的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年 和民安队的成员客就来到大澳视察 亦说会派专家去视察一下 看看山坡傾瀉 会否对居民造成威胁 详情由陈建佳报导 民安队派出几十人 到山坡傾瀉的重灾区南充村 帮忙清理民居的泥石 到场巡视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 已经派专家坐直升机 在上空评估泥石下的民居有没有危险 要找一些专家来评估一下 他们继续住的时候会如何 如果再发生暴雨的时候 他们要做出什么安全措施 要过天清 但是大澳居民的生活依然严重受影响 公众假期即将结束 陆路还未通过 有居民索性不上班 现在没公开了 除非现在打算 如果东冲有船 大澳有东冲有船 去东冲 东冲又乘搭去长沙那里上班 有人就去朋友家站住 为了方便居民上班 由大澳开出市区的船 特别提早到早上六点半开出 断水第三天 村民继续排队去码头拿水 水务署原先预期 清晨恢复食水供应 但是抢收期间 发现南冲一段食水管出现问题 预计午夜可以恢复公水 有线电视记者陈建佳报导 今天是公众假期 但是来到大澳游客 比平日少了很多 我们去过一些食肆 和一些旅游景点 今天全部都冷冷清清 在这里报导暂时 现在先将时间加回到有线新闻中心 好 谢谢 除了大澳大嶼山的大浪湾村 亦都因为对外交通中断 大约70个居民是断水断粮 他们说求救了三天 到中午的时间才有人帮他们 预计最快今晚条路才可以通过 探议云就有看过 星期六开始出入大浪湾村 就只有靠行这条山路 山路布满树木 又斜又多碎石 危险的地方还广上成熟才能走得到 通往大浪湾村村口的唯一一条路 黄贝道星期六被山泥封了 两天都没人清理 早上只有工程车来产泥 星期六那场大雨 令到二三十米的石滚了下山 居民现在开出来的小路 都要经过这一道 有一定的危险 很舒服 还有一个月就生的孕苦 冒险走这条山路离开 出中环站住 我们也要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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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分 四十多名文安队的队员 带干粮食物给村民 都要爬这条山路离开 八十多岁的陈婆婆 下午才收到这些干粮 她说过去两天 要去海边挖蚝来送饭 又说路不通 不舒服 都没办法看医生 脚又圆 手又圆 想怎样 想去看医生 行不出去 路又不通 部分用山间水的住户 也没有食水供应 村民就自行去山间那里 维修水管 有线电视记者 譚慧云报导 最后 感谢观看